这么多 所以他感觉的很自豪 这个见到大摩祖师 他就把这个我提出来 我做了这么多好事 我的功德大不大 大摩祖师说 并无功德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梁武帝就很生气了 非常不高兴 话不透气 就把他送走了 就不扶持他了 所以大摩祖跑到少林寺去面皮 等了九年 才等到一个会口 把法传个会口 他走了 那么这就说明 梁武帝做那么多好事 念念没忘 所以他如果要问 我对福报大不大 那大摩祖师说很大很大 功德不能着相 不着相的是功德 着相了是福德 年良年梁无地 那样的人也着相 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 那我们修自己的擅事 播放在心上 播放在心上这句话就是真话 如果是你做的问你的时候 你记不得了 那你不变成白痴了吗 学佛越学智慧越高 你怎么会不记得 问你的时候要多记得 不问你的时候都忘掉了 这就对 所以祝佛如来 祝大菩萨 视现在这个世界 他确实这样 你不问他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有 他住在什么 住在长极光里面 你问他的时候 谁问就谁答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讲经说法也是如此 所以他说 他没有讲一句话 没有主动讲一句话 都是你来问我答复你的 所以你看展开经的你就看 都是一问也大的 都是有人提前提出问题 佛在跟大家详细讲解 无问自说的有很少 那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没有人问 但是佛知道 众生需要 众生能接受 这叫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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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应 这个感应有四种 显感 显应 我有问题提出来 请教 他也是给我回答 这是 显感 显应 那我们显感 我们明显求他 但是好像他没有回答 他也答了 明显 明显当中的时候 他都做到了 所以明显 那就是不说 不说也是答复你